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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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家裡來了一位新的成員 我打算DIY一個半水井生態缸讓他居住 準備一個魚缸 一些大石頭與小石頭 我還想做一個小洞穴可以讓吸蟹躲進去 所以從陽台拿了一個三寸的小花盆來做DIY改造 然後會在魚缸放一個沉水馬達 提高水中的撲氧量與營造吸水流動的感覺 再來是從我家陽台盆栽挖的小植物 測試小葉能水馬 可以拿來做運用 把想要佈置的東西準備好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進行囉 螃蟹凍準備的材料有 三寸小花盆 內容膠 還有麻繩 我的構想是要在這花盆外面黏上彩色小石頭 讓我的水缸營造一個活潑的氛圍 步驟其實很簡單 首先在外面黏上一圈麻繩 讓石頭較容易黏著在盆子上 接著就是不斷纏繞 麻繩部分完成 接下來就是黏上小石頭 孩子們覺得很有趣 所以靠過來一起幫忙黏石頭 他們問我 為什麼不一顆一顆黏上去呢 我的理由是 因為單顆碾貼會花上許多時間 這樣效率太差了 不如直接抓一大把 隨機散落附著上去 就跟做沙畫的方式是一樣的 小孩們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並不打算整個外面都黏石頭 只會黏上半步 下半步則是因為埋在魚缸底部 看不到 所以我就不黏石頭了 重複這些動作雖然很繁瑣 但是我覺得手做的過程 是相當療癒的 小孩一起參與 也讓他們體驗DIY的樂趣 很快的 洞穴就完成了 蒸魚缸已經被閒置一段時間了 有點髒 所以我先清潔一下表面 選用這片石頭當背景 營造自然的氛圍 而這塊石頭是規劃來給螃蟹上岸透氣用的 螃蟹是水露兩棲的動物 會需要一個離水休息的地方 沉水馬達帶動水流 營造溪水流動的感覺 晚上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螃蟹經常會出來活動 更有趣的是 當我們下班回家後 開門的那一瞬間 螃蟹就會以飛快的速度躲藏起來 可能是因為平常三個小孩實在是太吵了 我們上班和小孩上學時 應該就是螃蟹最放鬆的時刻 放入躲藏小洞穴 再放一些小石子進去 仔細觀察它們 平時也是很忙的 經常會挖洞以及搬運小石頭 所以我們常常會花一些時間去尋找螃蟹 看看它又躲到哪裡去了 鋪設一條小道路 說真的這其實是我們自己看爽在用的 螃蟹不會了解這到底在幹嘛用 小燕能水嗎 這種草在水溝旁、牆邊以及路邊潮濕的地方 很常見到它的身影 說不定你家戶外的盆栽也有這種小草 我就是看上這小草 喜歡潮濕又很好養 所以拿來種在水缸測試一下 在水耕的環境下是否也能長得很好 兒子的小玩具 監督小龐嗎 管理員一號 管理員二號 恐龍 差不多就完成了 我記得按下一個小速度 可以完成到兩邊 然後再用到水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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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到水溝旁 可是在水溝旁 再用到水溝旁 就完成了 可以完成了 你可以完成的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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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飛快的溜進的小洞穴 我用慢速播放 才能看到它跑進去 螃蟹是 紮實性的 基本上什麼東西都吃 在我們家餵食過 蚯蚓 之前螃蟹還跟蝦子 養在一起的時候 也曾餵過帶點碎肉的小骨頭 它們會把肉吃得 相當乾淨 伴水井剛布置的分享就到這邊 若你覺得有趣 請幫我按個喜歡 我們會不會做的 我們會不會做的 我們會不會做的